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最近又在干嘛了 美国要债务违约了 拜登居然要拖全世界下水 这不是你们自己国家的事吗 干全世界什么事呢 非得要搞得世界大乱吗 拜登今天说世界领导人都在看着我们 如果美国债务违约 整个世界都会陷入麻烦之中 那问题来了 不是说好你们要谈吗 的确也有谈 结果谈完之后呢 互相指控 彼此就互相的 在国会里面指控说 你不这样你不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话 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等等的 所以呢拜登跟麦卡锡 据说呢12号要再谈一次 会谈出什么重点吗 好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拜登今天又说了 因为他被问到 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什么时候要通话 就拜登说呢 对话有望成功 只是现在没有时间点 那到底是什么时间呢 不会是卸任之后吧 好再来呢 大陆外交部今天啊 做出回应咯 汪文斌 并未证实啦 不过呢 他表示美方如果想跟中方 不论是官员通话 还是会面 就不要说一套 做一套 我们先来看他原话 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 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 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止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我们敦促美方 端正对华认知 尊重中方的底线 红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中方向下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 这两题有什么放在一起讲呢 因为啊 拜登就真的说一套做一套 包含了跟中国 许多的政策部分 也包含了债务违约的部分 拜登他是自己认为啊 美国人可以对这个中美关系下定义 他说我该合作地方合作 我该竞争的地方是竞争 可是他的合作是讲假的 他的竞争是打压 这根本不是竞争 竞争是 哎呀 这个一真啊 你考多80分 我考79分 我输你 我们在努力在抢成绩 他不是耶 他是要我拿一个什么棍子打你以后 让你头昏昏的不能考试 所以这个不是个竞争嘛 对 那对于这个打压制裁 美国一直释出说 希望跟中国 来这个会谈访问 不管是拜登通话 布林肯访问 叶伦或者其他人 中国第一个从来没有拒绝过 第二个从来也没有直接了当答应过 有点的以毒不回 以示尊重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那就表示说中国并不能排除 就看看你美国怎么做吧 你不能老是说要合作 嘴巴讲完了以后 立刻用竞争为名来打压中国 那你叫中国的领导人 怎么跟你见面呢 每一次见面以后就灰头突脸 那对中国老百姓是没办法交代的 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用这个中国的专种术语 绝不答应 对不对 那现在拜登讲说 会啊会啊 哪一天 那我们就看他表现吧 那至于这个美国的债务 说要把全世界拖下水 那是真的会把全世界拖下水 因为美国掉到水里面 淹个半死 其他全世界大概喝到两口水 也跑不掉的 但是拖下水不会太严重 但是就台湾来讲会比较严重 因为最近 这个台湾的中央银行 可能接到美方的指示 还要进场去买美债 而且他还叫各个台湾的保险公司 进场买美债 你就知道说台湾面对 多大的一个压力 中国日本在抛送 然后要台湾去买美债 因为台湾就是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就是被当盘子 拜登政府的盘子 所以没办法 因为民进党的这个政府 蔡英文什么时候听美国的 完全不顾 这个台湾老百姓的利益 现在买美债会赔钱的 但是没想到这一点 没错 尤其是你知道吗 美国的说一套做一套 拜登一直说 他们要重视 美国的枪支问题 结果呢 各位 每天都有新闻 不是我们故意找的 是真的 美国的检方说 5月6号 底特律的加油站 的一起枪击案 造成一死两伤 居然就是因为 4美元的纠纷 就开枪 因为4块钱就开枪 一死两伤 然后呢 美国的小学生 带着枪去上学 而且那把枪是上堂的 所以导致现在 密西根州学区 禁止背包包 你要想想看 一个这么大的美国 一个这么大的密西根州 禁止小朋友背包包 就是因为怕他们包包里藏枪 你看看美国的枪支暴力 有多么的可怕 还有最近的美墨边境 也是很不平静 川普呢 现在是15万移民 等在美墨边境 拜登自己都说了 边境还会再乱一阵子 然后呢 不处理吗 还记得吗 川普在2020年 当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就签了一个边境条款 但是这个条款呢 11号 5月11号就结束了 那就允许这个执法部门 能够以公共卫生 紧急状态为由 来驱赶这个外来的移民 但是法案失效的前夕 大家就在那边等了 因为大家都希望 穿过美墨边境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的状况 奥委员 美国真的很忙 自己国内事搞不定 财经也这么混乱 然后搞得世界通膨 俄乌战争也要插手 然后现在他们要 债务违约了 美国什么都要管 美国人的领导阶层 脑筋已经出了问题了 就像中国古代 有那个皇朝 要衰败的时候 一定会联系出了很多 奇奇怪怪的皇帝 现在美国联系出了 好几个奇奇怪怪的总统 正式不做 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 举个例子 小学生带书包上学 虽然是地方政府在管 但是上行下校 你知道为什么要禁止 小学生带书包呢 因为他们美国 虽然有法律规定 不可以检查小学生的书包 所以干脆不让你带 对 他所以只能不让你带 所以他说小学生的书包 是私人的什么 老师不可以介入检查 那现在小学生带枪支来 你照规定说 那全体不要带 所以真的是什么呀 锯木头的锯剑法 这是头痛于头 脚痛于小 那美国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他的枪支问题 一直没办法解决 为了四块美金加油钱 可以开枪杀人 然后在这个卖场里面 只是因为个人的情绪 要发泄 就开枪杀人 美国是一个压力锅 已经以前说所谓 民族大熔炉 但现在不是民族 民族是意大利移民 爱尔兰移民 跟英国移民 现在是种族不能熔炉 然后社会的和谐 完全被破坏掉了 那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 都跑出来 你只要到百货公司 去拿那个九百块以前的 就不处罚 所以有所谓的九百块以下 零元购 这不付钱 就可以拿九百块以下的 那整个经济凋敝 销售业收缩 这谁看出来 不是美国的领导阶层的脑筋 有问题吗 想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 没有去治理这个国家 再来中南美洲的移民 问题出在哪里 这一百年来 美国只在中南美洲 不断的剥销他们的资源 控制他们的资源 低价买卖他们的资源 造成这些国家非常的贫瘠 你今天如果美国 像今天的中国 去跟东南亚国家签RCEP 然后到东南亚国家投资 把东南亚国家给扶持上来 东南国家对中国好得不得了 你是我的好朋友好邻居 帮我忙 为什么在中南美洲 不能搞像RCEP这样的方式 因为美国的经济是财团控制 财团控制不讲国家利益 只讲我的利润 都想要占别人便宜而已 所以今天哥伦比亚会这么穷 墨西哥会这么穷 穷人多就想要移民到 比较有钱的地方去 就跑到你美国去 增加你美国的负担 那谁造成的 就是你美国自己造成的吧 那接下来呢 告诉大家 除了上述委员说的之外呢 南太平洋岛国真的要注意了 不知道我们南太平洋岛国的朋友 在收看我们全球大视野呢 因为美国现在要去了 去干嘛呢 设大使馆 但问题来了 设大使馆能干嘛呢 这些岛国其实啊 要跟你的外交啊 其实需要的是实质的外交 而不是那种我挺你的那种外交 但美国最会这种 南太在通嘎 东加又要设这个大使馆了 好拜登呢 接下来还要去访问 巴布亚新几内亚 而且这个是 呃 有史以来哦 美国总统第一位 要去访问巴新的 问题来了 为什么现在要去呢 你去了要干嘛呢 好 美国还想要在 瓦努阿图 还有吉里巴斯 设大使馆 你心里就会想 美国想要来布局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专家怎么分析 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 亚太研究中心的 执行主任陈宏 他说 美国在东加 原件项目跟侨民都很少 所以呢 设施馆其实不划算啊 但是呢 当他们看到 中国跟南太啊 开始有很多合作之后 美国就有危机了 我美国跟你都没合作耶 但是啊 他也提到了 岛国政府跟人民 要看到的是 实际的效果 中国带给当地的 是切实的好处 那美国这个小恩小惠 你来一次 你援助好了 你给我资金 能给多少呢 所以他认为啊 美国跟南太岛国的关系 很难发生明显变化 尤其东加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 袖珍型的小岛国耶 一百七十多个 小岛屿组成的 人口大概 十点五万人 2020年的GDP 大概是五亿美元 南太平洋岛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 自己成为一个大洋洲的文化圈 那比较大的就刚才的巴布亚 那巴布亚后面加个新吉内亚 是因为他在新吉内亚岛上 新吉内亚岛上切成 因为以前欧洲殖民的关系 切成两块 西边的叫做西新吉内亚 西新吉内亚 现在是变成一个印尼的一个省 叫西新吉内亚省 那东边的话呢 就现在成为了巴布亚新吉内亚 他面积有台湾的一倍半大 大概四万四千平方公里 他的人口有将近九百万人 那所以算是在南太平洋岛国里面的 面积最大 他的主要的人口呢 是美纳尼西亚这个人 少数是南岛羽族 多数是美纳尼西亚人 那美国到这个地方去布局 包括东加就在附近而已 东加更小 为什么布局呢 他只有一个目标 想要尽力的阻挡中国 跟这些国家的交往 不管是经济的交往 不管是未来可能的军事上的来往 因为中国真的需要在南太平洋里面 有一些军港 可以靠港或者补及的地点 那美国设大使馆的目的 就我派个大使 我整天不是去帮助这个国家 我整天盯着你中国在干什么 他只有这个任务 自己说你要援助这几个国家 交朋友也阻碍南太平洋岛国交朋友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以前最早美国人想法是说 我南太平洋岛国就交给澳大利亚去帮我处理 那澳大利亚是又懒又笨 而且歧视这些人 澳大利亚这白人至上的观念 比美国还要严重 那所以这些国家 后来这些跟澳大利亚的关系 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么近但不是特别的好 他们以前在讲 中国外长没有去的时候 澳大利亚外长几十年 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了解 那这个就很明显了 那现在因为中国去了 这些国家打中国牌 本来是派个副总统去了 国务卿去了 现在总统要亲自一架就尊 然后以前连大使馆都不是 连领事馆都没有 好几个地方共同用一个领事馆 那现在怎么样 大使馆我也要设了 美国为本动作太缓慢了 那这些国家当然知道了 如果没有中国在这边出现的话 美国是不会理他们的了 而且美国要来的目的 也是在阻挡中国 跟他们的关系的发展 所以这些国家就有能力 去打中国跟美国的两张的对抗牌 取得最大的利益 没错他们也不选边站 但是你知道吗 拜登其实设大使馆 也说真的没那么难 但实质上要有什么样的动作 这个就难了 那你美国愿意投资在这些岛国 花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布局 1998年11月 中国就跟Tongka建交了 这20多年来呢 不断的有很多的进展 而且包含了基建的部分 盖铁路 盖学校 政府大楼 都是中国盖的 2018年呢 东家就跟中国签了一带一路了 2003年的时候呢 中国土木先后参加了 参与了 比如说东家 然后盖高级中学 盖高中学校 政府的大楼 CBD的商业中心 供水系统 还有医院 其实就非常明显嘛 这种地标性的基建的项目 告诉各位 通通是中国盖的 那请问啦 美国在南太平洋 做了什么 除了接下来要设大使馆之外 好 那我们讲到了 他们原本不是跟澳洲 应该是好朋友吗 好 澳洲前几年开始啊 走这个抗中路线 但是很抱歉的 回归一个现实啦 澳洲的贸易部长呢 访华 为什么呢 因为要做生意啊 澳洲这么多的煤炭 大卖 棉花 请问要卖到哪里去 如果中国一声令下说不 前几年还真的有这个状况 今天就是跟中国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会面了 先前就一直放消息了 我们要来寻求 我们要消除 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要稳定外交关系 而且他自己啊 澳洲的贸易部长 自己提到的 煤炭 铜 棉花 大卖 都要继续恢复与中国的往来 爱班尼斯 比前面那一位 莫里森总理聪明很多啦 莫里森总理啊 他以为跟着美国走会有很多甜头 就发现到跟着美国走 最后的结果是 美国说我要AUKUS你过来 然后你要花钱帮忙出钱 那我要很贵的东西 卖你核能潜舰 核能潜舰的控制钱 搞不好又在美国手上 因为什么 上面的武器美国不卖给你们 一条空潜舰干什么了 所以这个莫里森走出一条方向 就被中国进行很多的经济制裁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澳大利亚这几年 这几十年的经济状况 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他大量的卖物品到中国大陆去 赚了很多的钱 整个GDP再上来 那现在 中国对他进行经济上的抵制了以后 他整个GDP就下去了 整个社会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老百姓投票 才把莫里森给赶下台 换上了埃班尼斯 那埃班尼斯现在小心翼翼的 他也怕美国给他出拐子 因为美国在澳大利亚 毕竟部署了很多的各种 形形色色的势力在那一边 他也不想惹太多麻烦 但是他尽量的在经济跟贸易的部分 能够跟中国重建过去的友好时光 但是在所谓战略方面 他一定要呼隆美国几句话 可是他也很小心翼翼的 不要去踩到中国的红线 现在是这个埃班尼斯正在走的路线 所以才会有他的贸易部长 想要跟中国商务部谈一谈 我们是不是扩大对中国出口的量 让澳大利亚经济能够更好一点 没错 非常谢谢委员 今天在全球大事 有我们这么多的分析 那么其实没错 澳洲之前走这个抗中路线 结果发现了 原来中国这个大市场 是澳洲非常需要的 没有了中国这个市场 说真的 这么多的矿产 好吃的龙虾 澳洲的红酒 我以前在纽线的时候 真的我就有感受到 其实像是在纽澳 他们是非常喜欢 这个中国 华人是非常喜欢 这个澳洲红酒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布局 世界改变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